各位三知识,黄远金石地平的初地啊,经文现在讲到第九十一页 第九十一页 这是说,从诵前面常文的第二,诵诸心 诵诸心的四段文啊 第一,诵诸心成就,第二,诵诸心成就 这两种上次已经讲过了 第三,诵回向成就 诵回向成就啊,上次讲了一半 就是讲到不悟诸佛家,不舍菩萨界 到这里为止 这是上次讲的 现在接下去还剩下六句 是诵回向成就的经文 不要于世事 常利一世间 修善无焰足 转求真神道,如是好要法,功德亦相应 这是诵回向成就的后边六句 就是这个初地菩萨 住在初地的这个地位当中啊 他所成就的回向的功德 初地菩萨在他的本位上 他对世间是 他并不想去做 所以不要于世事 就是世间人的这个世间法的一些事情啊 在他的立场上 只为了度众生才做 以他自己本身 他可以不必做 所以他不要于世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常利一世间 他常常就想到 我要使世间的人得到佛法的利益 所以他常常 竟是要做到利一世间的事情 那么因此他要利一众生啊 修善法就没有停止的时间 所以修善无焰足 修出世间善法 乃至无上不地的出世间 圣上善法 对于这个修法 他不会有焰足之心 他不会觉得满足 因为距离成佛的时间 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 所以他修善无焰足 转求真圣道 辗转向前去求 增长殊胜的 二地以上的无上菩提道 啊 如是好要法 像这样子 他爱好 喜欢佛法 啊 那么对于无上菩提的求成就服务而言的功德 他必定要做到这个道理啊 我要完全跟他相应 所以说要做到功德意成就 到这里为止 就是第三 送回向成就的经文 重送啊 说完了 接下去翻过来 经文的 很其大悲心 大愿心 很其大愿心以下呀 有 恒常的俱松 是重送第四 住心的第四 送脚量显身 前面脚量显身当中啊 说明出地菩萨的愿力属身 然后说明他的修行属身 啊 那么因此 重送里面 也只是按照这两段来说明 就是 说明重送 愿的成就 跟行的成就 啊 重送愿的成就的文字啊 有六种办 很多啊 接下去的九十二 九十三页 都是重送这个十愿啊 前面的十愿文字很多 现在不能一愿一愿对起来 只总合起来呀 用六送办 把这个愿的俗胜的道理呀 把它重送完毕 所以经文说 因为很长啊 不能先念一遍 念到哪里 说到哪里 啊 恒其大愿心 愿见于诸佛 这两句呀 第一句是总说 他的愿力属身 啊 出地菩萨的愿力属身 就是恒常生其大愿心 啊 那么那么这个十种愿心当中啊 第一就是要供养诸佛 就是供佛愿 所以愿见于诸佛啊 就是恒常希望能够见佛 供养诸佛 啊 复持诸佛法 这就是重送前面的受持正法院 也叫做复法院 所以重送叫做复持诸佛法 荣复 啊 这个受持诸佛所说的妙法 设取大仙道 啊 大仙 指佛啊 这个大仙并不是指仙人 不是道教的仙人啊 这是指的佛 因为佛法里面啊 顺住世间 因为世间人的尊重这个仙啊 尊重修仙的人 所以佛法往往也有大仙的名词啊 来赞叹佛 例如 涅槃经里面呢 也有两句话 里面有大仙两个字 啊 就是大仙入涅槃呢 佛日坠一地 涅槃经 啊 涅槃经的第二卷里面就说到 这个大仙入涅槃的那个大仙 就是指的当时要入灭的 释迦牟尼佛啊 佛日 因为下面有那个佛日的佛 就知道这个大仙呢 是指的佛 啊 这个佛的日光啊 到西边将将要 坠到地面上来了 就是日头下山的情况 所以 涅槃经有这个大仙入涅槃的句子 啊 那么这里有 啊 设起大仙道 用意思相同 就指佛 不但是大圣经典里面有啊 涅槃槃经里面也有啊 涅槃经里面也有一句 当之大仙人 乃福出一事 啊 这个大仙人也是指的佛 啊 所以可见在佛经里面呢 往往有把佛 翻成大仙 啊 所谓大绝经典 大绝经典 啊 不是指这个普通一般修仙的人啊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 呃 宋朝 赵宋啊 赵方言下来的这个赵宋 赵宋的北宋快要 快要末的时候 最后的那个 最后后面算上去第二位皇帝啊 宋徽宗 因为宋徽宗宋亲宗 最后都被经人抓据了啊 这个宋徽宗啊 很无聊 他尊重中国的道教 啊 因此他把这个道教的帽子啊 也戴在佛法的头上 啊 因此他就下令啊 就是原佛原典啊 呃 他就下面定 呃 宋徽宗的 呃 玄佛 玄佛不是原佛 玄佛原典啊 西纪的一一一九年 距离现在就八百多年前了 哦 他下了一个命令 呃 他说所有的佛呀 通通要叫做大绝经先 不能称佛 都叫做大绝经先 啊 而这个出家人啊 他说不叫做生 不叫做生前 出家人叫做德士 道德的德 德士 啊 出家的比丘尼啊 他叫做德女 德女 通通把他改名字 呃 这个是福毒皇帝啊 呃 他自己又完蛋了 他还搞佛教 搞得乱七八糟 啊 他们意思把大绝经先 挂在佛头上 啊 他这个意思啊 跟我们佛经里面说的 大仙的意思不一样了 佛经里面的大仙 大绝经先是赞叹佛呀 尊重佛 而这个宋徽宗的大仙啊 大绝经先啊 他的用意是的编啊 编直 把佛教编到道教下面去 他用意是把这个佛教 编到道教里面去 啊 所以他虽然是用佛教的名词 也用大仙大绝经先 可是他的用意是编佛教啊 而赞叹道教啊 就是末代皇帝啊 无聊啊 乱搞 结果到后来他跟 后来他退位给 让位给他的儿子送心中 那么不到两年了 就被惊人抓去了 很可怜 那么这里是所谓摄取大仙道 就是摄受 受取佛所说的一切妙法 啊 那么这就是在 识院当中啊 勤转法轮 啊 要请佛转法轮吗 所以啊 就是要说 摄取佛所说的妙法 啊 常散如是愿 常常发这个大愿 修行最慎行 那么总包含所有的使愿 东东在里面 呃 愿最殊慎 行业殊慎 啊 愿行都提出来说 啊 他的目标 就是要成熟诸群生 要成熟一切众生 群生就是众生了 啊 呃 出地菩萨 他目标 时时刻刻 要成熟诸众生 所以他的使愿里面 第五愿呢 就是成熟众生愿 严禁佛国图 庄严清净将来成佛的 清净佛国 就是第七愿 严禁佛国愿 啊 一切诸佛他 佛子细重 细重变 说将来他成佛的时候啊 他国内的众生 都是佛的弟子 都是修学佛法的大圣菩萨道 所以 充满在他的佛国当中 这佛子细重变 平等共一心 所作皆不空 啊 以平等心 利己一切众生 所以利己众生愿 就是第九 啊 所作皆不空 所以所有一切 功不堂卷 都能如法成就 一切某端处 一时成正觉 这就前文所说的成正觉愿啊 那么 使愿总包含这几句话里面 后边是十无禁句啊 如使 如是等大愿啊 无量无边际 虚空于众生 罚戒及涅槃 世间佛出心 佛至心境界 如来至所如 即以三转境 鼻诸若有境 我厌方使境 这一段啊 就是那个十无禁句 十无禁句里面的虚空戒境 啊 呃 就是虚空于众生 那个虚空就是虚空戒境 众生就是众生戒境 啊 伐戒就是伐戒境 涅槃就是涅槃戒 啊 世间 就是世间界 啊 佛出心 就是佛出心啊 就是佛的出现世间的这个境界 佛制就是佛制界 佛制的境界啊 心境界 就是所有一切众生心跟佛 没有差别 平等平等 呃 都是无穷无尽 如来至所如 就是第七 呃 如来至无尽 啊 即以三转境 就是后边 那个强文后边的 世间转 法转 治转 这个三转 世间转 法转 治转 这三转如果有境 啊 鼻诸若有境 鼻诸就是前面的十中 啊 十无境句 如果有境 我愿方使境 那我的愿 我的十大愿 才会有境 这些都没有境 所以我的愿 也就没有境 如鼻无境许 我愿意夫然 就是十无境句总结 啊 鼻指前面十无境 啊 这十种都无境 无穷无境的 起见 啊 因此 出地菩萨 他自身 说我的愿 也是一样的 也是无穷无尽 亦夫然 也是一样 无穷无尽 到此为止啊 重颂这个愿圣 出地菩萨的十大愿 愿力殊圣 重颂完了 接下去啊 呃 如是发达愿以下 就重颂第二 行圣 修行圣 他的修行成就的属身 啊 后面送送 重颂这个修行属身的文字啊 有六首颂啊 六首颂 因为前面 修行也有十种的意义啊 文字很长啊 长文里面很多 这里重颂只有六首颂 六首颂总 总包含前面的 所有的这个修行的法门 统统在里面 如是发达愿 心柔软 调顺 总结上文 啊 像这样子发达愿 呃 愿力成就 修行功夫属身 他的心就调火柔顺了 不会像我们 凡夫啊 刚强粗暴 能信佛功德 就是前面 行圣的第一 信心成就 信心的俗身 啊 就信心俗身了 如是苦众三 我今应就托 这就是前面的悲 悲行 慈悲心 救度众生 文字里面没有悲字 因为这个苦众三 就用悲来拔苦嘛 包含这个悲的意义在里面 啊 为是众三顾 而行种种事 啊 观察一种了 掉了一行 啊 观察一种生 就是用这个信心啊 来观察一切众生 啊 观察一切众生 他的苦恼 啊 他的境界 自从因缘起 啊 知道 这个世间 一切吧 都是从因缘而生起的 由此 这心 慈 慈恋心 这是第三 慈行成就 如是苦众三 是悲心成就 我今应救他 就是由悲心啊 来救度那些苦恼众三 为是众三顾 而行种种事 这是第四 事行成就 事行啊 前面十种修行当中啊 第一 信行 第二 悲心 第三 慈行 第四 事行 就是不事 啃舍 慈是众三 就是苦恼的众三 如是苦众三 慈是众三顾啊 而行 而行种种事 就是事心啊 不事心 来修行种种的不事 要修行种种不事 用什么不事啊 身外之才等 王位 也可以不事 急 珍宝 乃至向马车 这是外才事 外才事 这些前面常文都说过的 头目 与手足 这是内才事 眼睛 头 手脚 全身 乃至身血 血肉 通通可以不事 这是内才 所以说 一切皆能说 种子 外才 内才 通通可以不事 他在不事的时候啊 都是含勇猛精进的心 心的无由悔 不会有从 不会后悔 不会觉得痛苦 啊 那么因此 他要用种种的方式 来修这个不事 都 那么无论是外才 内才 一一都要去不事 那么然后要法不事 要求佛法 所以接下去说 求种种经书 这就是前面的 第六的 知诸经论 知经论行 第五是无批验行啊 无批验行就是包含 在这个无厌绝的这个下面来一句里面 先说求佛法的种种经书 种种经书啊 就是包含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啊 博通内明啊 佛所说的一切 通通通都要去追求 种种 类别很多啊 一一都要求学到 让他彻底明白 能够 这个自行化他 圆满成就 那么求佛经 求佛法 经理论三藏教典 用这个心去求啊 没有厌倦 其心无厌倦 他的心 非常的 坚定 必定要这样做 那么非求不可 要把佛法求到圆满啊 善解其欲去 佛法不是只在文字上读诵而已 要善能了解 经文里面所说的意理 他的宗旨去向 这些 通通都要善加研究 得到真正的了解 这是 对初世间法 对佛法的追求 那么在红法 要利益众生的时候 你不懂世间法也不行啊 不懂世间法 没有办法应激 众生的根基 差别很多 所以不一定要懂得这个世间法 接下来就说 能随世所行 就是前面十种行的第七 了知世法 明了清楚知道 世间法的一切一切 要能随世所行的世间法 也要读世间书啊 世间法的学问 所以菩萨当于五名中求啊 除掉内明的佛法之外 还有这个一方明 公巧明 这些 世间的文字 书数 一切一切 都要具备 度众生啊 才有资料 才有工具 少了一样就不行 可是这个世间书 读得不得了啊 我们读的中文 这个中文的方块字 这个书本啊 您知道有多少吗 从我们中国有历史到现在 这个书多得不得了了 再往前的且不论了 到了清朝初 全龙年间 全龙皇帝 清朝的全龙啊 顺世 康熙 永正 接下来就是全龙啊 全龙六十多年的地位当中 他做了很多的大事业 编辑这个文化方面呢 他这个功劳最大的 全龙三十七年 下令主编四库全书 编四库全书 在这个编书的汉林院里面呢 由这个最有名的纪晓兰 大家都知道的 愿为草堂笔记的那个纪晓兰 他为主编 编这个四库全书 就是金 石 子 吉 金石子吉的这个四库 这个四库 从这个全龙三十七年开始编了 编十年才完成了 十年才完成 里面工作的人上百位的 好几百位的这个学者 都是文学士 在哪里编 您知道当时他这个四库全书里面的 种类有多少啊 四库全书的类别啊 这个总类一共有三千四百六十种 三千四百六十种啊 金石子吉四类当中啊 三千四百六十种 论卷书啊 四库全书的卷书全部啊 有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卷 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卷 那么多 比我们现在中文的藏经要多七倍以上 多七倍以上 你看如果要把这些书都读完 那还得了吗 哦 书有未曾经我读啊 汉牛冲动 我们没有读的书 不晓得有多少啊 我们读的只是这个一点点而已啊 没有读过的太多太多了 说到这里啊 说他当时编这个四库全书的一个 一个 很有意思的话啊 全龙皇帝经常会到这个 汉丁院去走走 看看他们编书的情况 啊 有一年夏天很热 主编 纪晓兰啊 纪晓兰是个盼子 哦 他好饭呢 那么夏天天气很热 他受不了 如果穿着很多 穿着这个规规矩矩的 这个服装啊 在里面他受不了 因此他在汉丁院里面 煮编的时候啊 呃 最热的时候 他上衣都不穿 上衣都不穿 啊 大仗包 嘿嘿嘿 大家上衣都不穿了 就是在那边去编书 那么他是很很随便啊 不去小街 有一天 正好他热得不得了 没有穿上衣 哎 突然之间呢 全龙皇帝来了 哦 这不得了啊 他怎么办了 穿来不及啊 啊 那么赶快要藏起来 藏到哪里啊 有一个大座凳子 座椅啊 一个座椅很大 很大 哦 比从前人家送给我的 那二十几万的 那个还要大 我想他送回去了啊 我这留给你们看 那里面藏一个人 没有问题的 那么他没有办法 就爬到这个大座椅下面 就藏起来啊 又没有穿衣服嘛 啊 见到皇帝 这样不近啊 不可以啊 那么有的就藏起来 藏起来天气那么热 可是全龙皇帝一进来啊 就看到了 看到 他人们一进来就看到 看到继小兰 没有穿上衣啊 爬到那个大座椅下面去 这个全龙皇帝是看到他 但是他不知道皇帝看到他 那么他藏在里面呢 梦在里面是好苦啊 热得不得了啊 那么全龙皇帝来了 他知道他坐在椅子下面呢 全龙皇帝就坐 爬到那个椅子上面 就坐下来 就坐在他的藏的椅子上面 他坐在上面 哦 他也不知道 这个继小兰是不知道 皇帝坐在他的凳子上面的 那么他就故意坐在上面 全龙坐在上面呢 看他能够闷多久 那么他坐在上面 就是欢书的看书啊 看书不讲话 不讲话 哦 他在里面酒啊 受不了了 就伸出头来 问他的红鸟 老头子走了没有 哦 不得了 这个时候皇帝正在坐在他的椅子上 他说老头子 就正好给皇帝听到了 可是全龙庄都不知道 庄都不知道 谁在鱼子下面坐啊 说话了 那么童教就说 纪小兰 纪小兰 你怎么藏在下面啊 出来 他说我没有穿衣服啊 一贯不准啊 不敢面圣啊 不敢见到皇帝啊 哎 准你补罪 你去穿衣服 衣服穿好了见我 他不得已就爬出来 爬出来 爬到他自己的地方啊 用爬的 爬到自己的地方 把衣服穿好 穿好 来面圣了 当然要拜啊 见到全龙皇帝 拜 拜好之后啊 就跪在前面啊 要谢罪啊 求谢罪啊 那么皇帝就问他说 老头子三个字 怎么说 问他老头子三个字 怎么说 同样大家都在流汗啊 都怕得不得了啊 万一处理不好 解决不好的话 脑袋要搬家呀 哎 季晓兰就有这个财啊 他有这个财 马上就很从容的 就答复 皇帝是万岁啊 所以 臣下尊称为老 第一个字 皇帝是万岁 所以我尊称为老 哦 那么第二个字呢 头 皇帝是一国元首啊 所以 臣下尊称为头 第二个字过关了 第二个字过关了 然后第三个字呢 天子啊 皇上是天子啊 所以我尊称为子 臣下尊称为子 那么 因为皇上 呃 是万岁 是一国的元首 又是天子 所以臣下尊称为老头子 谁说的 啊 全龙皇帝笑笑 哈 那这 哈哈 好了 你乖乖去好了 没事 你看计较来 不得了的 啊 如果普通人啊 恐怕脑袋就搬家了 他当时主编那个四库全书 啊 这个功夫啊 真是不得了的 不过 编辑中文的这些全书 不是清朝才开始 不是清朝才开始 再早啊 再往前 唐朝就有了 唐朝就有 啊 唐朝的时候也有叫做四部书 四部书 名称也是金石子集 啊 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啊 没有那么多 到了 这个清朝的全龙年间 季晓兰主编的时候 把天下所有的 所有的中文的书 前 上一代 金石子集 所有的书通通收进去 通通收进去 啊 所以另外有一部书叫做四库提药 四库全书提药 太多了 太多了 看不完吗 所以提药 提示他的药点出来 哦 但是这个提药就是好几十本啊 啊 啊 这是说菩萨也要知道世间法 世间法不知道 在度众生的时候也会有困难啊 啊 你看这个季晓兰的智慧 哦 这虽然是在世间法上很了不起的 不过他的愿为草堂笔记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提倡英国 对这个世间的英国报应啊 他非常的尊重啊 他而且是了解的很清楚 有很多这个实证啊 在这个笔记里面值得学习的 这就是能随事所行啊 那么接下来就说 惭愧自庄严啊 就是他有惭愧心啊 求种种经书啊 善解其欲其能随事所行 就是前面的对事法能够了达 惭愧就是惭愧心 而自己的庄严自己的功德 修行转坚固 所以他的修行更为坚固了 供养无量佛 恭敬而尊重啊 那么有修行还是离不开供佛啊 对佛是又恭敬又尊重 到此为止 重送祝心的较量显胜 就说完了 接下去后文呢 就是送出心 第三送出心 送出心以下的文字啊 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 刚才是讲到 祝心的重送啊 较量显胜讲完 就在第九十六月的最后一行 供养无量佛 恭敬而尊重 这是前面送较量显胜的 行圣的最后两句 说明 初地菩萨的修行啊 他对于供养诸佛 自成功敬 对于诸佛菩萨都非常的尊重 这是不但是在一切行门中 能够样样如法 对于诸佛菩萨的尊敬 更为用心 更为尊重 接下去的经文啊 是第三 送出心 入 住 出 三个阶段啊 啊 常文里面是这样说 那么现在接下去的经文 是送出心 出心的文字本来很多啊 这里重送很简单 就是按照出心里面两种意义啊 用四首送来说明 第一是送心地条柔 第二是送向上发去啊 所以这个重送里面就是送调柔 送发去啊 送调柔心地条柔的经文 两首送啊 送向上发去的发去经文 也只有两首送啊 调柔的文字经文说 柔是常休息 日夜无谢绝 善根转明经 如活炼真经 菩萨住于此 静修以时地 所作无障碍 具足不断绝 这两首巨送就是重送心地条柔 啊 他的内容的意义啊 前面常文里面说的很多啊 这里具送是叫做略送 简略的 用八句话 把它包含起来啊 柔是是指上文啊 常休息 就像常面呃 上面的这个愿行俗胜的修法 恒常修习 日夜无谢绝 不会懈怠 不会厌倦 啊 都是努力精进的望前经 啊 那么初心 要望上前经 也是以心地条柔的方式啊 继续修前面的愿行 善根转明经 他的初世间 去向无上菩提的善根呢 转转转 嗯 转转 更加明经 嗯 明 显示他的光明智慧属身 静 显示心地的烦恼消除 啊 这个情况前面常文里面有个比方啊 如佛炼真经 世俗有一句话说 真经不怕火呀 啊 如果是真经啊 火去烧 啊 铁锤去打 啊 去摩擦 它不会减少一点点 不会有所损失 啊 不怕烧打磨 啊 那么菩萨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啊 他真心努力进修 也是好像火炼真经一样啊 所以叫做如火炼真经 这个道理在前面常文 有很长的文字说过的啊 菩萨住于此 初地菩萨住在这种的 这个初地菩萨的境界里面 静修于十地 再往前 要去静于二地三地 乃至到第十地 啊 所作无障碍 他有这种的火炼真经的悼念 再往前努力啊 不会有所障碍 啊 那么一直使 一直使到他 圆满 被足 聚作就是 圆满被足了 不会中间有所断结 啊 这是宋条荣 接下去 两手送是送发去 向上发去 要去向于第二地啊 啊 前面常文说的很多 这里从常文里面的比方说去 啊 比如大商主 魏力诸商中 问之道显一 安营至大成 菩萨住出地 应之易如斯 容蒙五丈爱 道一地十地 这就是送发去 向上发去 啊 他说这个菩萨从出地以后 要去进以二地三地到十地 要先了解 去向后边地地的境界 啊 前面常文里面说的很清楚的 啊 他说比方像一位大商主啊 做生意的领导者 啊 那么 他未了要利益 同行 啊 做生意的商业的大众 啊 事先 先问之道显一 显是危险了 意思容易啊 是这个康庄大道 大道了 啊 无论是显道 无论是康庄大道 他都要问过清楚 这就是比方说 从二地到十地 到等约 一直到城坡 这个路线啊 一一要问过很清楚 要了分明 啊 好像游泽到外边去 要回家的时候 已经知道他在回家的路线 明明白白 啊 安宁至大城 大城 就是保守 啊 就指后边的二地以上的阶位 啊 呃 二地到三地 乃至到十地 等约 乃至到佛国 啊 每一站到达的地方 比作大城啊 啊 安宁 就是安稳了 很安定的 很稳固的 自由自在 往前进 一直到 到达保守为止 啊 菩萨住出地 这个出地 菩萨安住在出地的境界 现在从出地 出来 要望上 圣境 啊 应之 一如之啊 我们应当要知道 啊 再望上趋近的境界 他的工作 他的内心的 事先准备 就是像那个大商族的情况 一样啊 嗯 路线都温的 很清楚 很了解 明明白白 什么地方需要什么东西 啊 有什么难度 要怎么样子来去 克服他 他意义都很清楚了 和应之一如是 应当要知道 也是这个样子 那么因此 他再望向前进啊 二地以上 勇蒙 无障碍 勇蒙金金啊 啊 不会有所障碍了 由此二地到三地到四地 一直到第十地 道一地十地 达到十地圆满 到法圆地 啊 这个中间的图成啊 一点也不会发生有所障碍 这就是宋初心啊 呃 向上发起的两首居送 呃 到这里为止啊 长文里面两段哈 第一 明帝法啊 那么帝法的重颂已经说完了 就是 宋帝法 说完 第二是明帝国 长文 说明这个初地的 这个呃 他住在初地里面的国报情况 啊 这里也有宋帝国 重颂前面长文的帝国 后边的经文有六首颂 嗯 这六首颂就是重颂前面长文所说的 初地的菩萨 他的古报 是在做什么 嗯 嗯 尽管说 祝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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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地中 做大功的主 依法化众生 慈心无损害 统领言无地 化行 民意不及 接令猪大蛇 成就佛指挥 先说这两首句诵 菩萨住在这个出地的境界 安住在出地的境界中 他要做大功的主 什么叫做大功的主 因为出地修的是布施度 他修布施 不但是外财事还做到内财事 不但是财事还要做到法事 不但是法事还要无畏事 财事法事无畏事三种事都具备 都能如法做到 所以叫做大功的主 一众生有功 此众生得到这个熟圣的功能 而菩萨自己的福的智慧正常 也是功的 所以叫做做大功的主 以法化众生 说明菩萨的财事是 要用法事的前方便 目标是要用佛法来教化众生 用佛法教化众生 希望众生去向无上佛提 所以用法来教化一切众生 但是你直接叫他修学佛法 众生未必能够接受 所以为摩金所说的 所谓先于欲勾签 后令入佛制 先于世间的利益 来引导他 先欲勾签 先布施啊 他有困难帮他先解决啊 他衣食住行 有什么欠缺 帮助他 那么他有什么部位 帮他解除 这样子 然后一发布施 他才能够接受啊 磁心无损害 就是说明他的无畏事 菩萨的大悲心 慈爱一切众生 所以对一切众生 他不会有损害的意向 他不会伤害到众生 只有扶持众生 帮助众生 绝对不会伤害众生 所以慈心无损害 而他 是现在世间呢 做严福提王 前面常文说过了 统领严福地 严福 就是严福提啊 指我们这个南战部州 他统领这个南沿福提的众生 做国王 化行米不及 米就是没有 的意思 没有不及的地方 他的教化 甚行于整个沿福提 没有不及的地方 他的教化 甚行于南沿福提 没有不及的地方 所以叫做化行米不及 结令诸大蛇 成就佛智慧 不但菩萨自己本身 要具备这个蛇的功夫 也要死令众生修学 蛇的功夫 菩萨自己布施 修蛇 也教导众生 慢慢学习修蛇 蛇呀 舍弃执着 布施就是要舍弃执着 如果你执着是你的 你就不肯示 舍弃一切之中 舍弃一切烦恼 慢慢往前进 成就佛智慧 才能成就佛国上的 不可思议的智慧 接下来就说 欲求最甚道 舍弃国王威 能以佛教中 容梦请休息 他要求最甚的 唯妙的无上菩提道 求成佛了 他宁可把自己 就是最宝贵的国王的地位 也可以舍掉 生命尚且可以舍 何况是身外的国王之位呢 所以他彻底布施 一切布施 能以佛教中 容梦请休息 这样子 才能在佛所说的言教里面呢 容梦尽尽的 这个勤劳去休息佛法 由此之故啊 这个百山脉 极见百诸佛 震动百世界 光照行一儿 这个都在前面常文里面都说过的啊 他勇猛精进 由此得到一百种的山脉 能见一百位诸佛 他能震动于一百个世界 他的光照一百世界 他也能周行到一百世界去供养诸佛 那个行啊 就是他能周边到一百世界去供养诸佛 所以说叫做光照行一儿 前面的震动百世界 那么光也照百世界 所以叫做一儿 那么他能运用神通到百世界去供养诸佛 事件成佛 度化众生 所以行一儿 行 他到那些地方 通通都能到 发白土众生 白土就是一百个世界了 因为他视现在一百个世界 能化这一百个世界的所有的众生 他在那个地方一百个世界 视线成佛 就是现身一百个世界 成一百位佛的化身 那么度这个一百个世界的众生 那么他能入一百个法门 入一百法门 前面说过的 入一百种的修行法门 不只是白法门们而已了 能自白解释 他能知道过去一百节的事情 未来一百节的事情 时间最长的了 就是大节 世界乘住坏空一变 就是一大节 往前推 能知道一百节的事情 知道他自己过去一百节的经过 知道众生过去一百节的经过 说起来实际上是少了 所以前面常文里面说 以他的大愿力 要超过这个数目次 这个白 清凉果实的大书里面说 只是配合粗地 叫做白 二地就叫做千 这个白就是说明他在粗地的表示 表示他在粗地叫做白 实际上他所知的不止白 所动的也不止白 所视线的也不止一百 都能超过很多 前面说见多佛 那么这是说明 因为他在粗地 以粗地的阶位来说 说白 到了二地就说千了 到三地就说万了 配合这个地的阶位 用这个数目次 实际上你不要死板 看着正好几百的 不是刚好几百的 那超过很多了 不晓得几个百了 千万个百也不一定 就是按照他的愿力 属胜功行都有超过的可能 视线一百身 就是在一百个世界 视线一百位 这个佛身在哪里八相成刀 做度化众生事业 极限百菩萨 每一尊佛他都能视线很多菩萨 一百位菩萨来做适者 还有就以这一百位菩萨 做一位佛的这个建树 附持的人 所以每一尊佛 视线一尊佛 有一百位的菩萨 那么一百尊佛 那就是一万位的菩萨了 他都能视线 若自在愿力 过世素无量 总结上文说 按照前面常文说 如果按照出地菩萨的自在大愿力 他得到自由自在的大愿大力 要超过前面的数目字 所以这里说白 只是印出地而说白 不是正好的刚刚好一百 不是这样的 所以自在愿力 过世素无量 超过前面的白的数目字 要超过很多 甚至到无量 他都能 就是说 也许他能实现 不止一百身 神至无量 实现的菩萨 也不止一百 神至无量 一位眷属 到这里为止 宋帝国 说完了 帝国的重宋 到此为止 后边有两首 俱宋 叫做宋杰说 宋杰说 前面 据宋的 这个科判里面 把正说的据宋 正说 送的这个正说 分两段 第一 宋前文 第二 宋杰说 分这两段 出地的重宋 有四十六宋半 前面有四十四宋半 就是宋前面 常文 关于出地的 入住出 法于国 这些道理 到这里 重宋完毕了 后边有两首 俱宋 就结束前文 总说 到这里为止 出地说完 叫做宋杰说 总结上文 说这个出地到这里 已经说完了 那么也就是 十地平里面的出地 只剩下后边两首 俱宋 后边两首 俱宋说完了 出地就说完了 经文说 我以地义中 略速其少分 若欲广分别 意界不能进 菩萨最善道 利一诸全生 若是出地法 我今已说尽 这个叫做总结前文 结说 重宋 这个宋前面的 所有的文字 到这里总结 说明出地说完了 我以地义中 略速其少分 我 不要忘掉 这是金刚藏菩萨 不是我会信 不要搞错 这个我是金刚藏菩萨 十地平 十地的道理 是金刚藏菩萨说的 所以 金刚藏菩萨说到这里 他自称说 我以地义中 略速其少分 金刚藏菩萨自己说 我对于这个 出地的意义当中 地 只出地 欢喜地 我在这个出地 欢喜地的意义当中 略速其少分 这是说 只说这么一点点 没有详细的说了 简略的 略对广而说了 广就多了 还记得吗 华严经 有上中下三部 上部华严 不得了啊 那么中部也还相当多啊 都不是我们 世间凡夫 所能受持 现在 龙臭菩萨 送出来的 这个华严经 是略本啊 下本 就是略本啊 简略的本质啊 略的不得了 很少很少的 浓缩的 这么一些 而且翻成中文啊 比原来的 翻文还要少 因为我们中国人 喜欢简略 没有按照 这个 翻文的原文 全翻 全翻就不止 这个数目字了 他当时说的 而且叫做简略 翻译又在简略 所以现在 金刚上部华严说 我只是说了 这么一点点呢 数 说 数说 因为这个不是他个人才清真呢 过去诸佛也是如此啊 所以他只是叙述诸佛所证 他同证 其少分 其就指前面的出地文字 出地的道理 我只是说了这么少少一点点 说的不多了 实在分量很少啊 若欲广分别啊 意界不能经啊 你不要以为抽地菩萨的功德就这么一点 多得很了 我如果要详细讲 广 详细 欲 要 假定说 我要详细的讲 若详细的分别来解释的讲 要多长时间了 一阶不能经啊 一个大阶 万万为一吧 就是以我们中国的习惯万万为一 万万为一的 万万个大阶 沉住坏空 沉住坏空 万万个大阶 连入说 没有停止 还是说不完啊 也许光没了啊 就是连入一一阶 万万大阶 没有停止了 一直讲 一直讲 说不完啊 还是说不完啊 那么何况前面 我这么一点点 你不要以为多了 太少太少了 只说了这么一点点 这一首寄宋啊 金刚丈母在表示说 我前面说的是 少之又少啊 真是海水的一地 海水的一地 啊 还没有说的 比海水还要多啊 所以叫做一阶不能进啊 如果不是比海水还多 怎么能够一阶不能进啊 显示还没有说的 多得不得了 或者你 就得 有这回事吗 我真不相信 假如你不相信 你赶快修行 等到你证出地 你就会知道 啊 假如你证到出地 没有那么多 你再来骂我会信 哦 你说的没有啊 哦 你到那个时候 你再来问我 那么 按照经文说 一阶不能进嘛 一阶不能进 必定是很多啊 而现在说的 好像海水一地而已了 还没有说出来的 比海水还多了 所以才叫做一阶不能进 否则为什么叫做一阶不能进啊 如果你不相信 赶快修行嘛 那真出地就会知道了 菩萨最深道 立一周全身 如是出地法 我经已说起 菩萨 那最熟悉身的修行 那最熟悉的修行法门 就是十地啊 前面说过很多次 有没有忘记啊 行菩萨道 他就念念希望正入地 正到出地以上 行菩萨道 前面还没有正入地以前啊 念念希望能够入到出地 赶快去向出地啊 所以 菩萨最熟盛的 无上菩提道的阶段啊 就是希望到出地 到了出地 就是最熟盛了 啊 那么再往前进 就是任运往前了 不会有所困难了 啊 那么到这里啊 才能做到真正利益 诸全身 全身就是众生 才能做到真正利益众生的事情啊 我们这些凡夫 学了几天佛法 就要做啊 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 就要说要度众生 自己都还没度好 老是想要度众生 啊 那么自己没度好 要度众生 那就很难了 所以要自信众生 誓愿度 先度自信众生啊 你自己自信里面的 八万四千烦恼 这些成老烦恼先度 我们自己的八万四千众生先度 度好了 才能度外边的一些众生 啊 所以到了出地补餐啊 他才能够如如发发去做度众生的事业 我们这些凡夫说度众生啊 说实在话 那只是说好听一点而已 哦 红发力生哦 红发力生 说句不好听话是红饭吃啊 那个蜡烛 那个塞大法师说的 混饭三戒 哈哈 我们混饭吃了 混饭三戒 我们是在混饭吃的 啊 谈不到真正能够利益众生 哎 自己的八万四千众生都还没有度好嘛 自信众生没有度好 怎么能够度众生呢 所以必定要自己先度啊 不过你们听到这个话 你也不必说 哎 那你既然是反复 那我就不必来听了 那又不对哦 那又不对哦 因为我讲的不是我的东西 不要忘掉 我讲的 会心讲的不是会心的东西 啊 会心讲的是佛说的 就按照经文里面 最起码这里是金刚上菩萨说的啊 我们把金金刚上菩萨说的法 把它重选一遍而已啊 我也在学啊 我们大家就是彼此互相勉励都在学 我说出来 彼此互相勉励都来学习 我们能够做到的 我们现在尽量学习啊 到这里为止 这个金刚上菩萨就总结上 说如是出地方 我经已说尽 如是指上文 前面全文啊 这个论经文的次第啊 就第三十四卷 八十华言的第三十四节啊 前面一卷全文的出地方 我经已说尽 这个我还是金刚上菩萨啊 金刚上菩萨在这个 他发自在天宫说 我现在金风啊 已经说完了 净就是完毕啊 我的出地的道理 讲到这里已经说完了 我经已说尽啊 刚刚好把这个经文说 说完啊 那么也就是出地啊 已经说完 下次就可以开讲二地了 第二立构地 第二立构地就是戒渡正上啊 那么第二立构地的经文 也是一样印出来了啊 现在这个出地 呃 史蒂平的第一啊 出地讲完了 这个书本经文呢 呃 客人可以带回去留起来 有心要学的人啊 自己带回去保留起来 将来继续啊 假如有这个因缘继续讲下去 讲到完毕 都是一本一本一册一册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实地必定是全文啊 不会简略 实地必定是全文啊 后边第二卷 经文的第二卷 呃 华言六十八十华言了哈 这个实地平有六卷了 六卷经文 就从第34开始到39了 456789 这个六卷经文就是实地 有实地平啊 现在这个初地啊就在第三十四卷 第三十四卷啊 那么后边二地跟三地合并为第三十五卷啊 那么经文的第三十五卷里面就是第二地跟第三地啊 这个已经印出来了 今天把初地讲完 经文如果各位有喜欢要保留来尊敬法博来供养 或者是要独送不妨带回去 这个我印的很多啊 各人带回去 不过要好好的好好的尊重啊 放在干净的地方 这是法宝 讲了一本一本一次一次听完了 又是全套的实地平才圆满啊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次开讲二地啊 呀 απ了 呀